中国近期禁止多项台湾食品业及农育业进口 近日更因为美国众议院院长裴洛西访台 再次冲击台湾的经济 另一位傅昆奇26号上午邀集三位国民党籍的农业县长 包含华联县长徐真伟 台东县长饶庆林以及云林县长张立善等人 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向蔡政府喊话 呼吁尽速提出良策务实帮助农育民减少损失 中国自去年9月陆续宣布暂停进口台湾凤梨 世家莲物石斑鱼等产品 近日更以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又暂停台湾甘橘类 冰鲜白带鱼冷冻竹甲鱼进口 华联县长徐真伟 台东县长姚庆林和云林县长张立善 26日上午受邀出席立委傅昆奇主持的受冲级县市首长 及名义代表其为农育民发生记者会 要求中央政府尽速提出实质具体的措施 真正帮助农育民减少损失 其实在花莲县或者是在农民界 无风无雨的台湾 没有台风 但是在花莲是说 裴洛西红胎 裴洛西红胎 把我们的鱼瓦毁了了 让农友一年的收入化之为泡沫 所以以55%的外销到中国大陆的单子 2500多公顿通通没有了 通通返回到整个台湾这个市场 4000多将近5000公顿的销往中国大陆的柚子 回到台湾市场 对于台湾市场内需的市场冲击有多大 当时凤梨禁止进到中国市场的时候 农委会是请全力 5亿6000多万元去产地去收购整个凤梨 让凤梨维持到每公斤22元以上上下 农友没有损失 农友保障到农友的收益 一年一收就靠这一次吃一年 农委会不断的说到花莲去帮助农友帮助了多少 8万斤 8万斤到目前 8万斤等于多少 5000公顿至于8万斤 以农委会的资料来说 全国外销这个文旦是7000公顿 而占中国大陆的部分是4000公顿 花莲县占4000公顿里面的2500公顿以上 所以在这我想为全国的这个幼农来发生 饶倩林表示 非常赞成农余品不应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应该要分散市场 请中央提出解决农余产品出口问题 不要让农余民成为牺牲品 张立善表示 从疫情二乌战争到裴洛西来访出现的禁销令 希望蔡政府尽速提出最有效的量测和方案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招真名中和书记长李德伟也出席记者会 并表示党团会监督相关部会做好因应措施 确保农余民权益 记者长方业台北时报导